你是否有因为股票会拨口袋后成本无法更改呢? 还是因为账户损益不够清楚,导致预估损益无法精准判断交易亏损? 别担心,以上的问题,在这次的新功能,库存明细上线后都能帮你一一解决。 首先,登入口袋台股APP,在画面上点击栏位中的资产总览, 可以看到资产总览旁边的库存明细,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功能栏位。 1.扣除平仓手续费 2.扣除交易税 与其他券商不同的地方在于,这功能能更贴近实际损益情况,而预估报酬率也是如此。 因为扣除的交易成本,让用户可以真实掌握部位情况。 看到库存明细下方的股票明细,点开后可以发现记录了详细的单笔交易情况, 其中投资人还可以在此自定成本。 那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自定成本呢? 1.汇拨 将其他家证券库存汇拨转入口袋证券的时候。 2.借券 你的股票出借给其他投资人后,股票归还的时候。 3.配股 投资人参加储存席,公司配股票给投资人的时候。 投资人如果遇到以上三种情况,都可以自定自己的股票成本。 点击铅笔,可看到自定成本均价,投资人可以自行调整。 其中,复原前次设定值功能,可提供给投资人进行修改恢复。 如果你第二次设定成本错误后,还可以恢复第一次的设定值哦。 汇拨来口袋,自定成本好自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